各位好 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何使用我的影片操作 播放清單這邊 這裡面有藍意度的分類 所以可以根據 各位的需求 點選影片 播放清單都已經依序拍好了 打開影片 上字幕 開字幕的話 影片的下方這個叫字幕C 這個幫他點一下 點一下下面有紅色 這樣就可以按播放看到字幕 那這邊的設定呢 可以選擇我們的畫質 這邊可以選擇 好選擇高畫質在看起來的細節 可以看的比較多 那最後再請 各位 幫我按個訂閱 再麻煩各位 謝謝 各位好我是Raymond CIS的話 我們通常 配合的印刷廠的官網呢 找到 我們要製作的 刀膜 然後我們在刀膜上面製作好樣稿之後呢 再去輸出 你的客人 可能會希望看到他的完成的狀況 在之前的做法是會用印象處理去 去做模擬圖給客人看 現在呢 有 然後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我們可以拿這個樣品的版來 套 像這個下面有你需要的 CIS裡面 周邊你合適的 你都可以再來 套用 需要什麼都可以從這邊做 做搜尋 提帶之類的 搜尋 好搜尋 那這邊就有提帶 可以去下載 產品直接這邊可以看 所以這個再給客人看的話 他們可以很快速的了解 他的 CIS周邊商品完成之後的效果是如何 客人他們不懂的話是要看 Mockup這裡面的 像這種產品的照片圖 他們才會了解 他們的產品做出來的 提帶啊 周邊商品是長怎樣 好但是這個要怎麼 快速的去套用呢 從這邊下來之後呢基本上 檔案會長這樣 好載下來之後檔案會像這樣快速換底色 你只要兩下左鍵進來 你可以換底色 換好這按確定 換底色 好那 他最上面最後一個 智慧型物件的 檔案這個就是可以去快速套用你名片設計的 正面或是背面 好就是像這樣兩下左鍵 然後要背面兩下左鍵打開 他會另外跳出一個 視窗 那我們再把我們要放進來的 這一個做好的名片的背面 好把它做一下 去背好 確定去背好這剩下的名片而已 在後面按右鍵 選擇複製 塗層 好把它複製過去 好複製 到這個 塗層2 按下確定 好它進來 好進來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 把它放大 Ctrl加T 放大 塗好之後呢 就是按下 儲存檔案 好等它存完之後再回來看 有沒有 它連背面都好 就這樣處理好了 你不用去做任何的 變形 或是 再去做什麼 濾鏡裡面的消失點 這都不用 你就直接 點兩下 然後 把它調好大小 進來 正面背面都好了 而且還可以根據你的需求去換 底色 背景色可以換色 這非常方便 你不需要再去畫這些影像處理去合成 而且快速的就有一種很逼真的感覺 給客戶看 這樣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好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Moclub它的一個網站呢 它提供了很多 有免費的還有付費 那你就可以根據你需要的 去做下載然後 快速 處理你的CIS周邊的 商品 給客人看 好然後同時我們就可以做好我們的刀魔圖 配合版型在印刷廠印刷 一開始呢我們要先取得像這一種 已經做好的竖模的 照片 好那有了照片之後呢我們在 上面呢 點到圖層面板 點到圖層面板再點選下方的 黑白這個半球 建立新填色或調整 圖層 按一下 選擇純色 然後點一下 純色進來之後選個顏色給它 就是選顏色按確定 按下確定之後呢 關掉眼睛 所以我現在先使用 魔術棒 魔術棒然後點到背景 我要選這個白色的範圍 連續的我先打勾 選這個區塊就好 我要用這個區塊來做 好 那 這個部分 區塊有 那我要注意 待會這個是 背面 這個是正面 好 那 我們的底色完成之後 我待會要做這一塊 那我的 上面呢 就是新增一個空白塗層 那這個空白塗層按右鍵 轉為智慧形物件 這是關鍵 一定要轉智慧形物件 因為它會記錄你所有的變形 好 轉完之後 讓它快速的做 圖層的區隔 我再按右鍵 選擇 幫它變成橘黃色 它這邊會有一個標示 好 現在它是智慧形物件的時候呢 我們 在 圖層縮圖這裡兩下左鍵 點開它會跳到另外一個新的圖層 打開之後 我再把我們 要放進來的圖 假設是這一張 好 按下Ctrl A全選Ctrl加C 到這裡 Ctrl V 放過來 好放過來之後這邊有多餘的地方對不對 這就是我不要了 所以點選裁切工具 好裁掉了只要留下我要了就好 打勾 好 打勾之後 按下 儲存檔案 好存完之後再回來看一下 就這樣 它目前是 這樣超大一張沒有錯對不對 好 超大一張這時候我們進來這邊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就是 Ctrl加T 幫它變形 幫它調到符合這一個 透視 把它貼上去就對了 好 按右鍵 透視 好這樣子變形調完之後打勾圈 好 那你這樣就進來之後 下一次有下一張要套進來 好換這一張 按右鍵 複製 塗層 塗層1 確定 好 進來之後 然後 這麼小張放大 Ctrl加T 把它放大 翻 出 好 再回來看一下 這個 有沒有 它已經換成胖公公 它原本是 這個 背面 然後把它套用過來之後 它就變成 它就變成換成正面 好所以這個非常快速 我們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變形調完之後你下次就可以一直用 所以 之後如果你有這同樣的要做的話 你用這方式做 你就等於是自己做好幾個 Mockup的設定 好 大家試試看這個在CS裡面套版 部分來講 高質感呈現的方式 好大家快試試看吧